为什么有些人吃魅瘦不瘦反而还变胖了 我们知道魅瘦是一款肠道营养干预食品 而非药品和保健品 它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实施的工具 不能够完全用魅瘦来充当减肥食品 减肥是一个综合的营养干预过程 需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成功 变胖的原因更多的情况是 魅瘦对于肠道功能营养干预有益处 会让肠道吸收消化功能更强更好 此时如果没有健康的饮食方式 依然是大鱼大肉油炸食品甜食过量 饮食热量摄入严重超标 那么两者效能相加 就会让身体的热量更多的储存 体重不紧不减反而会更增加 所以想减肥成功一定是肠道排毒排热 加低热量全营养饮食生活方式 那么也有伙伴问 如何才能长期保持不发胖的身材和好的健康 我们说一排一补为健康之道 用魅寿排用全素氢补 两者结合就会有很好的营养干预健康的诸多价值 魅寿产品建议的食用方案 第一便秘减肥美颜抗衰的人群建议早晚各一例 如果是正常体质 不易腹泻养生的人群早晚各一例 如果在美食大餐前十分钟吃一到两例 可以起到抗优抗菌的好处 第四美食大餐后食用一到两例 可以加速排毒排热 第五肠道排毒准备瘦身计划 建议晚餐后一到两例 产品的竞技人群以及食用注意事项 第一容易轻度腹泻的人群建议从一例开始试用 自行体验食用量 第二本品添加低聚甘露糖 婴幼儿孕妇及扑乳期的妇女不易食用 第三有溃疡性肠炎 肠道类疾病 重大疾病发作期不易食用 第四它是一款果冻食品 所以物一口通食 三岁以下的儿童不易食用 老人需监护下食用 第五产品含豆类及鱼类制品 对成分过敏者请勿食用 第六本品添加医生源 食用可能会引起长鸣排气的现象 属于产品的特性 放心食用 第七本品含有植物成分 若有少量的沉积物 属于正常的现象 不影响品质 放心食用 好感谢大家观看此视频 我是赵小飞院长 希望通过今天关于中古道魅寿产品相关内容的分享 让大家更好的正确实用魅寿 达到营养干预健康的价值 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更多需要健康的国人消费者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